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集 下集现在咱们已经准备打回来这边高地了对吧 咱们从右边修桥来了好多的大兵 把这块高地给它直接拿下 但是你看对面的光能又想过来打我们的散兵了 但是完全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高地兵还是比较多的 而且有很多的三星大兵 只要有这些三星大兵 咱们就完全不用害怕 因为我们的三星大兵在高地只要点射 对面的光能即便打上高地 它也会损失很多的这个光能坦克的 好,来我们这一波给咱们的大兵摆一下阵型 现在咱们只需要静静的等待右边战事的结束 那么他俩的胜者肯定就会互相打起来对吧 结果他俩胜者的竟然是小绿 小绿是超时空,是这个核弹未决 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可以看一下小陈跟小绿两人开大雷 因为我们的这个位置实在是太弱了 完全没有办法惹到对手的注意力 对不对 好,那我们喷拳的位置重新站了回来 手上就有足够的经济了 其面我们出不了航母 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多搞两个兵炎造一些蚊子 或者说咱们多搞一些海军把海权彻底拿在手里面 然后你看这一波橙子竟然敢在左边拉一下框 但是没有发现我们左边有三星大兵 那他的那个矿区肯定就要被我们的三星大兵给消灭了 对不对 好,然后我们在左边再多造一个船长 咱们现在是不是就稍微好起来了一下了 然后我们这里观察了一下右边的这个小岛 其实我们的基地只要在右边展开了之后 是可以造一下兵 然后基地再拉回来在那边造个重工的 不过我实在是没有想到 这一波橙色想看我们怎么死 对不对 因为他也知道我们的这个小岛实在是太怕核弹了 这个橙色非常的坏 就想看我们如何吃核弹闪电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这一波走位躲开了他的核弹闪电 只要我们的基地不掉是不是 咱们就还有机会 好,那现在左边的这个小岛咱们肯定是待不住了 毕竟他的这个核弹闪电实在是太克制我们了 我们到后面肯定是顶不住了 好,那这一波咱们赶快再多卖一些用不着的兵 咱们现在手上的这个钞票非常的关键 再后现在就又来到了蚂蚁搬家的时刻了 你们看,这一把真的是蚂蚁搬家了很多事 先流往小岛 再后咱们再准备跑到左边的这个桥的对面 你看,这一波咱们是不是也发现了 小绿他是个盟军 盟军有一句言语就是盟军防空十日防九空 那就说明盟军的防空是不是不太行呢 那我们就可以抓住这个机会 用蚊子尽量消耗一下对手的光蓝坦克 咱们只要多打掉一些光蓝坦克 守住我们的陆军 到后期对面的境界肯定就完全不是我们的对手 好,那我们的基地总算跑到左边的这边高地展开了 而且我们的这个位置电力十分的冲突 完全不需要造一下电场 但是这一波好像有点问题 小绿的海豚的数量完全没有想到竟然有这么多 这个海豚的数量搞得我们实在是有点难以坚平 好,那我们现在赶快卖一点钱 现在咱们的伞面扔到对面家里面也完全没有什么用 他家里面的兵力实在是太多了 对面又给我们来了一波核弹闪电 哎呀,这一波打掉了我们驱逐线 但是还好,海豚并没有受到严重的手 但是你看,对面的这个海豚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头顶有蚊子给对面的海豚刮头 那都完全对对面的这个海豚没有办法 咱们的海豚已经先走一步了对吧 好,那这一波我们的海豚肯定是站不住了 这完全没有任何的办法了 我们只好在海豚的旁边降下一波伞兵 因为这个伞兵里面它是会带一个浮射的对吧 浮射烫海豚还是比较好用的操作 你看,我们把大兵全都拉走 然后浮射,抓入对手的海豚,咱们就烫一下 虽然说它的这波海豚走掉了很多 但是是不是都被我们给烫残血了 反正我们现在是神盾已经用不了了 用神盾作为一个诱饵 咱们多赚对手几个海豚 那肯定也是完全血赚 好,那你看 现在我们为了防守就对面修乔用光队坑过来打一波 那我们在后面的高地 多放一些伞兵,准备随时前后方家 然后呢,我们的蚊子的数量绝对得多造一点 你看,对面现在就疯狂用它的这个超自空 对,疯狂用它的这个闪电加上核弹 过来搞我们的建筑啊 搞得我们的建筑实在是有点造不出来 我们刚造出来的一大堆建筑 两个超武啊,一下子就搞没了 而且啊,大伙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右下角超武的CD啊 对面超武的CD非常的短 但是取而代之的一个代价呢 就是它的这个超级武器 打我们的基地是没有什么去世的 不过这也对我们完全就伤害非常的严重啊 因为我们造出来再多的东西 它两波超武一下子是不是 就把我们的建筑啊,全都给它控制掉了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啊 重工就已经完全没有造的必要了啊 因为重工啊,完全造不出来 造出来的,肯定也要被河南一个内走 你看,这一波啊,对面搞了神盾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 直接在高地用三星那边把他的神盾当场剪掉 他肯定想用神盾啊,绑住我们的飞行兵 然后让自己的光能有一个完美输出的一个地方,对不对 好,那么接下来啊,咱们也可以准备一下 啊,看看能不能给对手稍微来一点压力呢,对吧 哎呀,家里面啊,又来核弹了 这两发核弹啊,下来,那完全不用想 我们手上的建筑肯定基本上全都没了 好,那我们啊,用咱们在高地上的这一波伞兵 留下来的这些辐射 看能不能探一下对面的防空 不过小绿啊,他有这一些三星的防空啊 这个三星的防空打我们的辐射实在是太狠 搞得我们有点毫无反击之力啊 好,那我们啊,把这一波大兵先把他拉下来 如果说他的这一波动物能敢跟我们的大兵硬钢的话 那肯定全都得死了,然后你看 对面的光能啊,准备过来打我们的兵了 咱们把三星的这一些大兵啊,全都拉在一起 这些三星大兵只要用好了,你看 我们在高地上面的手也是比较长的 咱们就等对面的光能过来 但是想发挥这个手藏啊,咱们必须得点射,你看 咱们在高地直接比较长着他的光能了 在左边的这个高地啊,他的光能想打掉我们的这些大兵 就没有机会,他实在是没有那个火力的切住点 对不对,想冲上来,又有我们的这一些蚊子作为防守 你看,这一发一发,这个核弹下来 我们只能黏黏抢抢,稍微造两个蚊子,然后箭力就没了 不过没有关系,就这样啊,消耗下去,咱们的经济也远远比绿色还好啊 因为绿色的那个位置,他手上的经济实在是太差了 好,那我们呢,再抓住一波机会,过来套一下对手的进行坦克 用辐射挡住他的退路,你看,那这样的话是不是 我们前有蚊子后有辐射,他的这些多功能啊,就有点动弹不得了 那我们的蚊子赶快抓住机会,你看,蒙俊的防空啊,实在是没有什么用啊 咱们这一波蚊子直接上去,把他的光能坦克再加入这些防空,全都吃掉 退出的那个刷兵位置啊,他绝对没有想到 结果呢,咱们打到现在,竟然还有一点点翻盘的机会 退出的那个刷兵位置啊,他肯定是想让我被这个小绿给疯狂的折磨的,对吧 好,那我们这一步啊,用散兵的飞机扛一下对手防空的伤害 然后咱们赶快进来打掉对手的基地和维修,哎呀,就差最后一点 好,咱们剩下最后两三个文字的收到,把对面的维修也给一波带走了,对吧 然后我们的伤兵还可以过来打一下对面的殿堂,打一下对面剩下的这些建筑 对面的核弹啊,又下来了,但是啊,没有关系 他顶多就是啊,牵制一下我们的发展啦 那接下来啊,咱们也打算把这个建筑给它稍微延伸的远一点啦 现在啊,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战略反攻时机 你看,我们在山上啊,这么多的这些大兵 进可攻,退呢,可变潜 咱们直接进到这个黄泉里面,把它全都啊,转换为蚊子 那都是非常雪赚的啊 好,那你看,现在啊,这个小刘他是不是经济就有点捉襟跌走了呀 他想守住我们的这一波伞兵啊,都是得稍微付出一点代价的 好,我们扶着直接坐下来一趟 即便啊,他有这些弹下车,也完全没有什么用 然后我们的蚊子啊,载过去,打掉他的牛车 让他的牛车啊,不能远程踩过 让这个小型的机架啊,继续雪上加锁 好,你看,这一波啊,对面的核弹也快要发射了 不过没有关系,你看,我们从山上,把建筑直接延伸下来 而且这个小绿啊,现在已经没有基地了 没有基地,他再不反过,把我们给一波带走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蚊子,渐渐把他的建筑全都给他换掉了呀 好,你看,我们这一波啊,也造了两个雷达,炸掉我们的一个雷达 我们啊,还有一个雷达的,对不对 不过他手上啊,还有一波这个闪电红包 只要他啊,闪电的中间再批一下我们的雷达 其实我们还是,有点邋遢,没有办法啊 好,那我们这一波再下来,你看,他的这里,每个摊下车啊,完全就防不住 一个塔尔车还要防得住我们这么多的这个阴心的兵吗 你看,一个小小的幻影坦克,这又能怎么样呢 咱们是不是,散兵直接破了对面的防了呀 散兵破了对面的防之后,我们的游戏啊,就非常大了 我们现在就慢慢啊,一波一波散兵过去打一下右边的小绿 小绿现在省上啊,建筑兵力越来越少 他渐渐啊,这个高地已经快要守住了 我们的散兵,他已经毫无招架之力了 就在这个时候,对面没有电了,那我们的蚊子赶快冲上来 对面想要卖掉自己的光灵塔来电啊,对不对 但是此时,他手上的这些电场,已经被我们啊,几乎拆了个星光了 那你看,小绿这就有点不甘心了呀 没有想到,之前啊,完全没有威胁的这个小青啊,竟然会让他跟起来 好,那我们是不是,接下来啊,就轻一下对面家人的建筑就行了 现在这个小绿啊,还在坚持,但是他已经没有什么陆军了呀 即便啊,他手上有一个小航母想进攻,带上这些神盾啊 就算能够无伤守住我们的蚊子,那也是完全没有用的 更何况啊,我们的蚊子的数量,完全可以强换他的神盾呢 再打掉他的航母,对不对 好,我们在家里面啊,再抽掉更多的蚊子上来 还想用核弹,还想用超无,自己啊,把他的核弹给他当草带者 对面啊,也把他的棍子全都卖掉了 那这样的话,这个小绿就只剩下最后一个船场了 咱们的大兵在这个岸上面,直接部署,点掉他的船场啊 那我们这一把是不是,就完成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翻牌了 兄弟们,这一把也是非常精彩,我觉得点赞观众应该也是完全OK,没有问题的 对吧,点赞观众真的对我非常的重要 感谢各位的支持,感谢各位的点赞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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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